新闻镜头转回台湾 南部因为水情吃紧 即将面临第三阶段限水 虽然昨天经济部表示 高雄原地下周公五停二措施 暂缓实施 不过由于说往一大世界 南子仍无趣的一条直径 220公分的大水管突然破裂 因此紧急宣布 高雄明天将有6个行政区 必须配合停水14个小时 停水户数估计高达5万户